如何在五分钟 把一个正常人逼疯 星爷的整蛊专家 就是教科书 老猪上门拜访整人专家古今 没想到一见面 就被迫收了份见面礼 星爷快速换装 想伸手拉他 结果 老猪自力更生爬回房间 没想到又被无厘头整蛊 星爷亮出身份开出驾马 星爷要收老猪三十万 男人一听刚想发飙 星爷就给端杯茶酱火 就算老猪意识到茶可能有问题 但也还是中解了 老猪急忙跑进厕所锁好门 茶有问题 马桶的问题自然更大 现在可以坐地起价了 七十万的整人费有问题吗 接着老猪连人带筒飞了出去 一番整蛊下来 熟悉的大傻哥回来了 原来在此之前 猪太太早就委托了星爷 将自己丈夫整进精神病院 所以说做人不要太自信 当你机关算尽 以为自己是猎人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才是那个猎物 很快新的客户上门了 公司高管老金 发现未婚妻乐乐出了男友 于是雇佣星爷让他们俩分手 乐乐是大公司老板的千金 在闺蜜小秋 和郭富城一手 爱情到底有多危险的撮合下 和同事滑载成了情侣 而想要整股滑载 星爷就选择先从他老爹达叔下手 联合达叔的前前任女友 谎称早年给他生了个儿子 从紧张抓头 开心抓腿 想谎言料了就抓头等种种举动 星爷成功骗到达叔搬进了他家 整完老爸 就要开始整儿子了 一开始华仔并不相信星爷就是他弟弟 非要来一次滴血认亲 滴血认亲 滴血认亲 没错 一番操作下来 两人都相信了星爷是他们的家人 殊不知星爷早已藏好了一包O型血 能跟任何血型融合在一起 而华仔为了弥补弟弟 就找导演王金 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星爷走进女侧 同事小秋骂他变态要报警 谁知星爷拿出口红 娇柔地说 我基的 别那么小气啦 男女厕所一样的 什么样啊 男厕有料兜 这里有没有啊 星爷装傻 少骗我男厕所里有小便吃 死娘娘腔还装蒜 小秋气得直接把他拉到男厕验证 然后他就中招了 毕竟星爷整股专家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小秋当众出丑 谁知晚上华仔带女友乐乐 约小秋一起吃饭 趁小情侣不在 星爷又开始了职业病 先脱袜子露出相当角 后又故意调出艾滋病的宣传手册 小秋幸以为真顿时慌了 碰都不敢碰 满脸写着害怕 你歧视我 没有 我没有歧视你 你看我的眼睛多成狠 谢谢你 法仔想让星爷给对方道歉 明天他生日 你买回份礼物 你上去他家 任意给他例懲罚 例懲罚 为了未来的大嫂 你低低你都要逛一铺 逛一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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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呸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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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隔天星爷一身泥泞地去见人家 这时小秋收到了异地男友送来的玫瑰 他打电话道谢 可对方说自己压根就没买 还说要和小秋分手 女孩伤心欲绝崩溃大哭 此时星爷表示其实玫瑰是他送的 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花了 没钱坐公交 所以走路来才摔进水坑里的 小秋一听 顿时觉得对方也没那么讨人厌了 随后星爷继续整股任务 提议让华仔办他一天 然后带他去影院 往他饮料理下催情圣药迎见不能移 此药能让人在三秒之内 发浪于无形无影 看华仔这般不受控制 就能知道这要效有多厉害 刚好老金故意带乐乐来看电影 想让他亲眼看着华仔出丑 华仔发现乐乐就坐在身后时 一不做二不休 忽然站起深情表白 到打老金一耙 吃瓜群众纷纷指责老金 这下好了 本想让华仔跟乐乐分手 谁知现在自己摊上蛇 而星爷不会砸自家的招牌 这次不行 还有下次呢 周星驰有多爱国 在那个香港还没回归 港台娱乐文化向日寒看齐的年代里 星爷展现出的民族气节 不得不让人一见三连 星爷输出够了 却害得公司损失一大笔合作 老板将他和华仔炒鱿鱼 而达叔虽然还有两个月就退休 但他选择辞职 跟着两个儿子一起走 本来任务完成 星爷收拾行李准备明早离开 谁知父子俩在他睡觉时 拿着把菜刀进来了 本以为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份 结果是 原来今天是星爷的生日 父子俩专门为他庆祝生日 对于一向认钱不认人的星爷 他在这刻 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温暖和感动 于是星爷决定收手不干 谁知隔天小秋在公司电话 无意听到了星爷跟老金的对话 他来到星爷办公室 要求星爷帮助达叔和华仔 反过来对付老金 星爷表示自己不能破解 我曾经发过毒誓 万一我自己违反了整人秘诀里的任何规条 就会遭到很严重的惩罚 什么惩罚 随后星爷找到华仔父子坦白 也获得了他们的原谅 但今晚注定是个多事之夜 此时华仔也发现了乐乐是老板女儿的身份 两人不欢而散 而老金为避免夜长梦多 隔天就要跟乐乐订婚 还请来整人之霸对付星爷等人 为帮华仔追回乐乐 众人来到订婚现场大闹一番 遥控电流焦 一按个键就电到痴肺 相当之架势糖的整股武器 惭愧波板糖 食所会令人对生前所做的坏事 非常惭愧 是整股武器之中的极品 华仔则趁机表白 乐乐意识到华仔是真的爱他 便也不在欧起 两人再去前缘 小秋暗示星爷自己想结婚 他却表示我要问过我妈先 谁知新妈跟新爷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简直像在一个模板里印出来的 更过分的是 大叔居然跟新妈有过一段露水音乐